给你们揭露一下现在上海用人单位有多离谱 今天我去面试 他们开出的条件我听都听不下去了 我就拿出了手机偷偷的录了一段 你们听一下一定要听到最后 看他们给我开出了多少钱的工资 由于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 我想再确认一下就是我的工作的具体内容 主要的工作就是拍摄和剪辑 有时候会帮领导开个车什么的 去送一下人什么的 还有我们这儿保洁也是六修衣 你们是错开修的 他不上班的时候要负责店里的卫生 就是往下巴一会儿 其实也没断活 那现在咱这边的绩效怎么算的 我们对每条视频涨粉多少粉丝没有要求 我们看的是转化 我们的绩效就是每条过万点赞的视频 是给到一百元 两万点赞是两百 依次类推 点赞一百以下的要扣五十元 点赞一千以上的不扣钱 每个月起码要有三十名以上通过抖音来店里的顾客 并且承担 承担价也要在五百以上 那现在我们做这个视频的团队有几个人 每天就是要出多少视频 只有你一个人吗 刚刚你说的文案脚本拍摄就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每天起码要两条优质的视频 还有就是拍摄的设备 要你自己备 我们这里给你提供电脑 拍摄的设备要在一万五以上的 给你聊这么久 我感觉你可以试试 这个我明白了 但是我们工资是多少 工资的话是六千 适用期的的话是八折 打八折 然后三个月的适用期 怎么样 听完了你们会来吗 一个月工资六千 适用期八折 八折就是四千八 四千八扣掉社保 也就是四千块钱左右 四千块钱你要做的工作就是 拍摄剪辑文案脚本 司机保洁 嗯